台东马届医院花艺社 20号上午特别配合医院 31周年庆 在恩典楼大厅举办了 围棋一周的花艺展活动 由花艺社指导老师高一红 西手东大硕班的同学 苏正林以及25位社员 以分享为主题 希望将正能量 透过花艺展传达到病友 以及观赏的民众心中 一盆盆别出心裁的插花作品 让人仿佛置身花房 这是由台东马届医院花艺社 和东大硕士生苏梅林 共同举办的花艺连展 每年东马花艺社都会配合 医院院庆社展 今年以分享为主题 由指导老师高一红 带领社员运用创意和巧思 赋予花卉生命力 这个是用欧式的方式 一个圆满的象征 要跟大家分享 各种不同的花卉 它所代表的花有不同 火候是一种热情 而且奔放爱心 那个百合是一种 一种祝福的感觉 然后其他的绿物呢 像我们看到的 斑太林 它是一种发亮的感觉 各种的植物都有它的名称 整盆就是表现出 跟所有的人分享 并一位连展作者苏梅林 以花献初心为主题 带来日式的花艺作品 属于华道家园脂肪的这个区块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以 华道家园的创作花 还有我们基本的圣花 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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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做我们一系列的创作 台东马街医院 花艺社社员 每周利用闲下时间 学习插花技术 今年院方特别提高补助 社员们也极力创作出 各式风格的作品 希望透过花卉艺术 疗愈病友 和观展民众的心 记者夏佳慧 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